当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受到疫情的冲击的时候 我想是痛苦的 科技大厂要能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 就要先从内部防御做起 疫情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危机 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 联电是在前年11月开始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大量的 现在观察国际的确诊的这个数量 去年1月份开始 我们就召开了专案小组的会议 也就是所谓的防疫小组 防疫不是要做到没有确诊 而是当一家公司有确诊案例的时候 可以把冲击降到最低 疫情总是有一天会过去 黑暗后的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只能做最好的一个准备 各位同仁 防疫期间请遵守 外出全程戴口罩 我们将员工的照护 列为第一优先 那从去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拟定防疫的相关对策 在今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那我们也启动了分区分室分流 和居家上班 在厂区也有完整的防疫措施 我们也与医院合作在公司内 设置快筛站 即使确保同仁的健康与安全 公司也为每一位员工投保防疫选 让员工在疫情期间 也能够有多益成的保障 在国际19疫情期间的防疫 疫情爆發以來 我們董事長就一直思考 如何發揮高科技產業的力量 快速來支援前線的醫護 聯電已經陸續 監睜了40余台的紫外線 滅菌機器人 那時候我就跟黃董事長說 在防疫期間 很多病菌的感染 在醫院裡面的環境的消毒 非常重要 就馬上就捐三台給我 這給我們這個醫療人員在第一線 這是非常有能量 也覺得非常安全 很安心地能夠來做一些抗疫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所有的同仁 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 聯電為未來可能潛在的問題 或者要面對問題再做這樣的準備 這是我們身為社會公民應盡的責任跟義務 我們下一次的取消化 除了的責任 我們下一次的責任 我們下一次的責任